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动画师吹吹》频道 继续讲接 freelance 讲了几次一些惨痛经历之后 都可以讲一些挺好的经历的 其实一直找我做project的人 其实有很多时候都不知道哪里来的 即是朋友介绍 或者是做开又会继续有些 freelance 去跟 有一次就... 也想想一想一件事 有一次突然间就收到电话 那就是... 是个佬佬来的 那我都拗头了 我身边做很多project 其实都不觉有佬佬的客人 那一次就有个佬佬就叫我 就问我可不可以帮他跟着这些project 那我就... 为免有错误 那我就跟他说的 咦,不如这样吧 你 full email 再 send 些资料给我吧 我们 email 去 communication 吧 那因为始终有时候 email 留底也会方便一些 也是一个 record 来的 那人大了其实就喜欢用 email 的 因为所有东西白纸黑纸有 record 的时候 也都... 是方便一点的 那也都少错漏了 那就在 email 里面 他就叫我有一个 project 那就是做一只狮子在那里走的 接着就... 一个 loop 的 animation 一个 work cycle 的样子 那我看完之后我就跟他说 我们第一次合作 那我都觉得 第一次的时候呢 我写那份 quotation 都会这样写的 那... 因为都学会写 quotation 那 quotation 是报价单 那报价单我们通常都会有抬头 那有 item 啦 譬如 quotation 我就会写一只... 一只狮子的 work cycle 是modeling 是收多少钱 跟着呢, ranking 是收多少钱 lighting 收多少钱 animation 收多少钱 那些人都会拖数 或者烂尾或者追不到数的了 第一,我又不懂你 你见我做完东西之后 我通过 internet share 了这些 file 给你 share 了就share 了 我永远都找不回那人的了 永远都追不回那些钱的了 所以我起码收了 deposit 一半的时候呢 那我就容易知道 咦,这个人就真的有 budget 的了 是正常人家来的 是在做事的了 那如此类推 那所以 通常我们收 deposit 都会收多一点的 因为 第一,我真的三七不识七 我又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来的 那我做完东西给你 我怎么追溯呢? 那所以先收... 这一次我就先收 50% deposit 那和我的 budget 我都特意打大了的 那都预认了你... 打底了 预认了你付完 deposit 之后 我交了 file 给你 你走了,我都... 我都没那么伤 那又很幸运 那一头传完一份 quotation 给对方 那... 我都说明是要先收 50% deposit 的了 那对方又立刻给了 那网上 e-banking transfer 了钱给我 那就很... amazing 啦 第一就是... 喂,这么爽手 没有还过假 接着还要是... 我又不懂你 看都没见过面的 接着你就过了 50% 数给我了 那当然啦 我也很认真去做顶那件事 那我也会提对方 因为对方给我的 logo 其实是有些问题的 第一个是私自行的 前后脚或者左右 其实那个 post 就有一些问题的 就并不是一只狮子平时走的步子 那我也一早就提了他了 那对方就说 ok...ok...照去...照去...照去... 那去到尾的时候 我要 key 一个 walk cycle 是画了一个很漂亮的 walk cycle 给对方 那对方看完之后呢 他就有一个 comment 他就说 嗯... 你的 walk cycle 很漂亮,很自然啊 不过呢,我要跟着 logo 那个 K 型的 walk cycle 那一格 still 那个状态 那我就跟他说 嗯... 一早提了你... 你的 reference 是有问题的啊 那他说 带客一定要你过来 那就不去啦,帮帮忙手啦 那又要做第二套 walk cycle 给他 那因为我第一套 walk cycle 就很容易做的 就是因为... 我真的找回一只狮子 照跟足来做的嘛 那一只狮子走的时候 其实左右脚的步子呢 有一个节奏在的嘛 但是他现在就要做一个错的节奏给他 那...就... 唯有都要跟着啊 那我就跟他说 如果容易一些做一个错的节奏呢 就不如这样吧 我中间走四、五步 是一个对的节奏啦 接着有一步是用一个错的节奏 那起码是四、五步 loop 四、五步对的,一步错的 四、五步对,一步错的 那看下去就没那么突压啦 那对方也觉得OK的 那就接受了 那么就开始做啦 那做完之后都... 都顺利过关啦 也都是收到... 全数啦 那这个客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啦 不知道他的样子啦 那因为全部都是... 网上email 跟着就... e-banking transfer 了数 那也都讲到一个新经济啦 都不是新经济的啦 就是当时是一个新经济啦 当时就是... 其实我们都不会面对面的啦 全部都是full network啦 full internet啦 这样去做这件事啦 那就... 想了很久很久之后 那我都是想不明白 到底这个人怎样认识到我啦 那就... 我觉得啦 那就再还想起几个月之前啦 那就曾经... 那一晚... 好记得啦... 呃... 夜晚差不多10点多啦 已经... 那就收到一个电话 那那个电话是个鬼佬来的 那个鬼佬呢就说... 有个朋友就介绍我给他 那他就想约我立即有一个 meeting 那我那时候住在荃湾的嘛 那那个鬼佬公司呢... 就在湾仔的... 就叫我立即过去... 有一次 meeting啦 那我都心想... 喂... 第二天又要上班 那段时间又很忙 那就... 但是... 有人那么信任我 或者有人介绍了的 都要见一见个客人啦 那我都很记得... 就是晚上啦 就是10点多啦 然后就立即... 啊... 搭车过去... 啊... 啊... 那去到湾仔的时候 就找他公司啦 那上到他都11点多 12点左右啦 那他... 啊... 很... 很古怪啦 接着就问我 啊... 有些 project 啊... 要怎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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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我 brainstorming 有什么意见给到他 那我... 就是英文都不是聪明啦 那我都尽量... 就是... 用有限度的英文啦 就跟他沟通啦 接着就说了很多... 啊... 做一些animation的... 一些information啦 或者是做法啦 有什么做法可以... 解决这个problem的啦 那我就一直跟他谈啦 那都谈了一个多钟头啦 那他很过瘾啦 也都觉得... 继续叫我... 跟他 brainstorming啦 譬如问那个 project 可以怎样做呢 什么新的idea啦 那我去到尾都过了一个钟头啦 都... 就是... 不断跟他讲很多solution 但是去到尾我都要跟他讲啦 嗯... 其实就... 啊... 我们作为一个animation的supervisor啦 其实呢... brainstorming是要收钱的啦 那不如这样啦 你的project如果 confirm 做的时候呢 我就再认真跟你去跟啦 那... 其实我... 我的network 就是... 不会出现个洋人的啦 所以有时候都是... 说一句... network... 和network之间的connection 是很微妙的啦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 就是做完一件好事之后 那个network 连到去哪里的 那其实这个就... 也都告诉我... 其实就是... 我们要善待每一个客人啦 虽然今次这个客人... 他没有光顺我啦 但是可能他也会介绍他的朋友 告诉他 咦...曾经有一次... 喂...有个... 就是晚上11点多 接着... 有个人... animate supervisor 就上来跟我谈 也都说了很多意见给我听 我觉得真的帮到我的啦 那他觉得我是值得信任的时候呢 他也都会推荐我啦 就给他身边的朋友啦 那就可能... 第一单生意做不齐而已 那可能那个人... 他的朋友... 要找人的时候也会记起我啦 那所以这个也是告诉我 其实一个人的信... 信... 信誉啦 他的信用啦 是很紧要啦 是很值钱的 那所以... 透过这一次freelance啦 我更加相信就是... 就是... 任何事情啦 都要做好去啦 嗯... 小的事情要认真做啦 大的事情要更加认真去做啦 那就不要看小每一次... 片声见客的机会啦 那每一次我都觉得是一个... 很珍贵的机会啦 我都是将我的... 就是将我的信誉... 怎样去提升啦 也都告诉大家听... 有我这个人的存在 而我是一个... 我信任的... 我信誉值很高的一个... 动画师啦 那就希望... 今次的短片也都可以告诉大家听... 要... 建立好自己的信誉啦 你的network 扩展了之后呢 你的生意就会回来的啦 那你要接... freelance 也都非常之... 容易啦 好 多谢大家收看今集的... 动画师吹水channel 我们香港动画及视角独下学院... 有3D动画课程... 是适合设计系学生... 和作绩设计师野校报读 另外... 我们有2D动画课程... 是适合中学生在周梅报读的... 好 有3D动画词 1D动画词 2D 并4D 3D 7D 3D 5D 4D 7D 6D 給你 5D 1D